从海到苍衣那边 把情况一说 苍衣整个人都变得严肃起来 苍衣动作很快 在人数上也有增加 我给你点了六十人 全都是高手 你马上带着人过去 务必要保护好 你们家姑娘的安全 不可伤到一哥毫毛 至于你说的九岭山上的情况 我会派人去查看 多谢 我先赶回去 山上那边你们看看就好 应该不需要做什么 我们姑娘自己会有打算的 我明白了 你赶紧去吧 从海也不客套了 事情紧急 他赶紧地就带着人离开了 只是人还没走出庄子大门 就撞上了刚刚回来的苍修悬 从海看到苍衣的那一刻 整个人也激动了起来 即便他带着这么多人 去支援宋辰那边 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对手是谁 心里多少有些没底 现在看到了苍修悬 就感觉整个人都有靠山了 发生了什么事 回王爷 姑娘那边最近出了一些事情 不知道是哪方势力盯上了姑娘 之前在保风县的时候就下手了 那些人遇到了野兽被杀了 现在他们派了几百人在搜山 但是搜山的那些人的真实目的 却还是在姑娘身上 今日姑娘带我们进山了一趟 得知他们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姑娘和宋家人 姑娘让我过来接些人 找死 苍修悬冷冷地丢出两个字 转而看向身后的这些人 他们回来之后 原本就要开始隐藏在 保风县的各处了 现在 苍修悬也没有下令 让他们解散 所有人跟我去北关村 注意隐蔽 在他的地盘上 有人竟然敢打那丫头的主意 简直就是在找死 于是 原本是由从海带队的人 变成了由苍修悬带队 还是沿着近路 用最快的速度 来到了北关村 北关村的各处 已经有人防守了 北关村的村民 接到这样的消息 也是义不容辞地 开始跟着一起 保卫着自己的家园 所有人听令 十人一组 分散到各个防守点 剩下的人在村里巡逻 但凡是闯入者 全部拿下 反抗者 格杀勿论 是 所有人接令 气势冲天 被关村的村民 原本的恐惧 也消散了许多 接下来 便配合着他们的安排 苍修悬安排好这边的事情 立即就赶到了宋臣那边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